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赶紧带我去见她 韩芸汐现在身体不适 她不会见任何人的 身体 那我来的时间刚刚好啊 我是她最好的姐妹 芸汐一见到我就开心 一开心 必自然就好了 好 宁静 芸汐 听说你病了 我没事儿 没事儿就好 是殿下派你来找我的 没想到她真这么狠心 都不愿意听我解释 不是芸汐 师兄她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你 可是她那天可绝情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毒蛊人的身份她代表什么 尤其一发病 身边的人都要受到牵连 现在太妃正在气头上 她若违抗母命的话 只会让你和太妃娘娘的关系 越来越糟 你的意思是 她是为了我着想 我说了这么多 你才明白啊 真的啊 我骗你干嘛 我还以为她喜欢 那个百里茗香呢 我这次来找你呢 就是为了百里茗香 她 她怎么了 你知道 美人血吗 知道啊 据说这个美人血可以解百毒 如果要养成美人血的话 就要常年服用不同的慢性毒 让毒素沉淀进血液 直到沉淀满三百种慢性毒 才能养成美人血 可是因为方法太残忍 都没人敢去尝试 就有人傻呀 她就信了呗 你是说 百里茗香她 没想到 她会被殿下牺牲到这种地步 可是 她对师兄的感情太过沉重了 师兄无力承受的 而且美人血 一旦开始就不能终止 不然很容易丧命的 师兄也曾为了她 方便名医 但最后啊 都无功而返 或许 我可以试试 是 你有办法 目前没有 我得先去看看她的身体情况 至少先减轻她的痛苦 稳定她的病情 我相信 这世间所有的毒 都一定会有解决办法 就算是为了殿下 我也一定要治好它 芸汐 你现在呢 是进不了王府的 再说了 百里茗香也不一定会领你的情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偷偷溜进去 你这个小人 你是不是一直在外面偷听呢 我告诉你 我顾七少不是那种小人 不该听的话 我不会多听一句 毒丫头 你没事吧 没事 挺好的 不错嘛 还真有点法子啊 那个 七少 多谢你这几天的照顾 我得先回王府一趟 等一下 秦王府你们现在回不去了 为什么 天徽帝命穆将军 已经带人包围了秦王府 看得特别近 现在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你怎么回事 哥 怎么办 别看宁静平时熊巴巴的 他其实就是外强中竿 这次遇上顾七少 他肯定要吃亏的 你放心吧 顾七少不会为难他的 殿下 我们的县人刚刚发了情报 摇言的源头 来自二皇子那里 果然是陛下指使的 哥 我们该怎么反击陛下 先沉住气 静观事态的发生 是我误解他了 我要回秦王府 我是他妻子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要和他一起面对 你现在去了也是添乱 现在最要紧的是 治好师兄的病 那我也得禁得去秦王府 才能治好他 不如你医好那个疯老头 那个疯老头要是清醒了 师兄自然就有救了 那个疯老头就是毒宗 你派穆清武守在秦王府外 前段时间 韩芸汐才救了他的命 你不怕他徇私枉法 是朕故意这么做的 只要他穆清武敢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放秦王出府 在这种情况下 秦王一定是去做大事 或许朕就有机会找到毒宗 是朕故意 启离陛下 二皇子求见 宣 宣二皇子觐见 拜见皇祖母 拜见父皇 免礼 不愿意 朕让你做的事情 你做得怎么样了 回禀父皇 十分顺利 现在举国上下 都在讨论秦王的身份 秦王已经不可能再对民心了 好 这件事做得不错 朕一向赏罚分明 天青 你想要什么样的奖赏 清儿不敢邀功 天青为父皇分忧 本是应该做的事情 只是 最近听闻母妃身体不适 儿臣实在放心不下 想去探望探望母妃 最近啊 你一门心思都在清妃身上 天青是个孝顺的孩子 就让他去吧 好 朕赦免二皇子的罪过 天青 你可以去看你的母妃了 谢父皇 公主你下次可千万别这样下奴婢了 默默别哭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其实我也没想到会伤得这么严重 只是 想着尽快获得天徽帝的信任 如此便不管不顾了 以后万不可再这样行事了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西秋可怎么办呢 陛下驾到 陛下来了 陛下 臣妾参见陛下 快快免礼 艾妃今天感觉怎么样 臣妾现在感觉好多了 韩太医还说 让臣妾下床多走动走动呢 那就好 林嬷嬷伺候得好 朕重重有赏 多谢陛下 陛下 既然臣妾现在身体已经痊愈 一直住在这文德殿 鱼礼不合 也应该回清辉殿了 这个不急 既然韩从安让你到处走走 朕就带你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去了就知道了 艾妃 你看 哇 陛下 朕知道艾妃思念西丘 便让人照你画上的样子 建了这座宫殿 遗解你的思乡之情 艾妃可喜欢 臣妾很喜欢 这些 这些全部都跟西丘宫中一模一样 只是 如此耗费人力物力 臣妾心中实在是不安 艾妃千万不要想得太多 你对朕的用情 朕都明白 不仅是这座宫殿 朕还会进封你为贵妃 一统后宫 陛下万万不可 臣妾才刚刚进宫 资历尚浅 不能奉为贵妃 你虽然进宫不久 但是 在这么多人里面 对朕用情最深 绝对配得上这个称号 你放心 朕一定会把最好的都给你 是 谢陛下 启禀娘娘 陛下为清妃修了一座宫殿 还说要封她为贵妃 你说什么 陛下竟然修了一座宫殿 给那个贱人 还要封她为贵妃 本宫辛辛苦苦这么多年 才爬到这个位置 她凭什么能获得这样的荣宠 娘娘息怒 你们给我滚 都给我滚 滚哪 都给我滚出去 陛下真有心了 这宫殿的陈设 也和公主在西丘的一模一样 也不枉公主替她挡这一道 这一次不仅得到了陛下的信任 同时还被晋升为贵妃 以后就和萧贵妃平起平坐了 末末 那萧贵妃不足为据 只是本宫担心太子 她被天徽帝命令闭门私固 据本宫在文德殿听来的消息 很有可能 跟她私自研究毒蛊人有关 这样一来 二皇子很有可能拉拢各方势力 一旦地位稳固 太子将陷入艰难的处境 娘娘是担心二皇子上位 萧贵妃地位更稳 而太子落败 没有了外援 我们也会处境更为艰难 对 天徽帝极度重视规矩 所以 本宫不能直接干涉此事 只能见机行事 娘娘也不用过于担心 太后一向维护太子 肯定会帮她的 对了 奴婢担心娘娘的身体 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太子正视了娘娘你的猜测 太后那边已经派人 调查萧贵妃了 看来 她萧贵妃也嚣张不了多久了 你可说 这事 你也不想要 你这些人 说什么 就会儿肯定 我估计 我估计 你怎么知道 我估计 楚清歌那边怎么样了 他已经得到天徽的信任了 总算有一个令人开心的消息 还有别的消息吗 楚清歌在宫中也有个禁地 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毒宗啊 你可知道你当年犯的罪责 让殿下难受治奸 我一想到这些我就 还是得治好你才能救殿下 所以拜托你了赶紧好起来 疼 你是坏人 你才是坏人 我不坏 你是坏人 你再说我不让你吃了 你别动 你会玩这个 我小的时候我娘也玩这个 你跟我娘玩得一模一样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这边我亲自监督 你们去大门换班 遵命 殿下 这外面有点奇怪啊 最近两晚三更左右换房 守卫对比以前松懈了很多 事情查得如何 查到了 户部尚书跟礼部尚书 联手命各地下属 进行户籍登记 查找失踪人口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除此之外呢 王妃娘娘 已经开始给毒宗进行治疗了 古七少没跟着 这个殿下倒不用担心 王妃娘娘向来行事谨慎 而且我们的人 也一直在暗中保护 你先下去吧 是 属下告退 我要跟你 母平子贵 芸汐 有没有进展呀 从医书上看 我的治疗方法没有问题啊 可是为什么那个疯老头 还是没有起色 你慢慢来 别着急 你可以的 可是我想快点治好他 这样就能快点治好殿下 我可不想他有什么危险 可是 你已经 熬了一个通宵了 你回头再把身子累垮了 我记得 师兄经常跟我们说 这些呢 就是命 也许是命中注定吧 呸呸呸 什么命不命的 我只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 你看我脸上的毒疮 别人都说治不好 不也治好了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毒 都一定会有解决办法 师兄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不然就辜负了韩芸汐和百里茗香了 这样 跟我娘的玩法一模一样 来来 嗯 嗯 跟我娘的玩法一模一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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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那个 嗯 嗯 那个 这个不好 杏仁栗子一起吃 会肚子痛 这点跟我也挺像的 因为我吃了会拉肚子 你先把药喝了 不喝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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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喝我就不跟你玩了 好了 继续来玩 七少 七少 七少不用去了 韩姑娘已经回来了 她没事吧 应该没事 只是这几天 她进出都神神秘秘的 不出意外的话 很有可能是去找毒宗了 意料之中 需不需要我去跟踪 暂时不用 以免打草惊蛇 现在还需要 进一步地确定 明白 还有事吗 七少千万不要因为 一个女人而忘记 自己的使命 还请七少以大局为重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知道 你不用提醒 就像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睡在这儿啊 小心着凉了 我闭目养神 没睡着 秦王府现在怎么样了 慕清武带着部下层层守卫 说是保护秦王府的安全 我觉得那就是变相的软禁 殿下受到这样的待遇 心里一定很难受 师兄那么高傲的一个人 落得今日被软禁的结果 心里一定不好受 也不知道唐离怎么样了 先不说这些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治好那个疯老头 你有头绪了 我明明就是按照点击里面给他治疗的 可就是感觉一点用都没有 难道是 黑药上出了问题 那怎么办 走 找顾七少去 哦 杜丫头 七少 正好有事找你 我不都说嘛 咱们两个是心有灵犀的 你看 我给你带了好吃的 我不饿 拿着 我是真的有正经事情找你 你什么时候有不正经的事情找过我 说吧 什么事儿 我正在配一味药 但出了一点问题 想找你帮忙 嗯 这可难办了 为什么 那么老规矩 还是三个条件 又有条件 嗯 什么条件啊 这个嘛 我要想一想 哇 师兄有情敌了 我得赶紧去告诉他 哎呀 哎呀 你到底想好了没啊 我还没有想好呢 哎 上次的三个条件 加上这次 你一共欠了我六个条件 真是好为难我呀 为难的话你就先放一放 就先帮帮我 好吧 看在你这么诚意的份上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 帮你一回吧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 那我就拿右方 好 希望你永远都觉得 我是个好人 芸汐 那个顾七少是不是喜欢你啊 你可别瞎说 瞎子都能看出来他喜欢你 你呢 你怎么想的 什么我怎么想的呀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你可别多想啊 芸汐啊 那个我今天就不陪你了 我要回府上一趟 嗯 我 芸汐啊 那个今天其实是师兄的 真正生辰 嗯 嗯 嗯 那 那我走了 哦 好 好 哦 哎呀 哎呀 我 好漂亮啊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重新帮你弄啊 不用了 今天是非夜哥哥的生辰 我准备了一下午 那些萤火虫是要给他的惊喜 现在全都被你毁了 你毁了我的幸福 我又不是故意的 再说了 我又不知道你在弄这些萤火虫 我白天也进不来 晚上等着他们守卫松懈了 我才进来的 不就是萤火虫吗 什么叫毁了你的幸福啊 没那么严重吧 对于一个将死之人来说 每一刻都是那么的珍贵 你这种人怎么会明白呢 那行了 我道歉还不行吗 你身体不太好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对了 你也别等师兄了 我们晚上有事商量 有事商量 好 我 好 开心 从早上到现在一直在采药 有没有觉得很累呀 你唠到那么久嘴巴不累吗 你说话陪我一起去找芸汐的 结果你可倒好 大半夜人也都没见着 我一个女孩子出门 在那儿有多危险 你知不知道 你能不 别人才危险吧 你说什么呢 你有本事说大点事啊 我跟你说过了 我要守夜 等天亮了 就陪你一起去 鬼知道你这个急性子 自己就一个人跑了 见口 你一点都不担心我 大小姐 我怎么会不担心你 我不仅担心你 更担心其他人啊 其他人 谁啊 那些碰到你的人啊 我怕他们被你催赠 逃你 你是不是叫死啊 别打了你 哥 师兄 芸汐呢 他这段时间 都在想办法抑制毒宗呢 可是到目前来看 好像也没什么成效 所以现在 正在和顾七少 商量着研制新配方 那个顾七少啊 我觉得他就是无视先殷勤 非奸即盗 芸汐都已经嫁人了 她一点都不避讳 师兄 你得小心点 对了 这个是芸汐让我给你们的解药 有了她 药鬼谷的毒账 就难不倒你们 谁知道是解药还是毒药 你少用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腹好不好 师兄 你可要小心点 你一定要有所行动啊 不然芸汐被别人抢跑了 后悟的可是你自己啊 没事儿 没事儿 让她抢 让她抢 没事儿啊 唐铃 你别打了 打的就是你 毒丫头 我今天都陪你一天了 都饿死了 你要怎么感谢我 行了 行了 一会儿做饭给你吃 有人闯进来了 怎么是她 她肯定是龙非夜派来的 七少 要不要杀了她 不用 想必她是来找韩芸汐的 毕竟她不知道我们的秘密 没必要这么早就杀她 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她 把她关起来吧 嗯 七少 顾七少 我是来找芸汐的 你放心吧 既然救了你 还会再害你吗 这可不一定 就不该听七少的 给你什么解药 再给你下点毒才对 你这丫头嘴还挺毒的啊 谁让你一心病这么重 我们家殿下呢 你家殿下和我家七少是情敌 已经被她活埋了 活埋 殿下 我是因为被你赶出秦王府 没了去处 就到这儿来了 又来找你的好朋友了 你别生气 毒宗的事情一直没有进展 我在想 应该是配药上出了问题 顾七少是药鬼谷的谷主 食变天下草药 有她帮忙 一定是半功倍 你就这么信任她 你放心 毒宗的事情事关重大 我绝对没有透露半分 我只是让她帮我配药 你就别生气了 下次有什么事情 我一定跟你商量 如果我再惹你生气 你就罚我 如何罚 你是秦王 想怎么罚都行 那如果我不是秦王呢 那你也是我夫君啊 当初的事情 是我害你差点暴露了身份 你跟母妃怪我 我丝毫无怨 殿下 殿下没事就好 那个 殿下 我还有事 我叫你出去了 你在这儿等我 不是让殿下在房间等我吗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房间里太闷 想出来透透气 今天是殿下的生辰 祝殿下长命百岁 我自己都快忘了 我自己都快忘了 我这个生辰了 你又怎么会知道 是宁静告诉我的 其实这个我早就做好了 本来打算一个人在这里给殿下过生辰的 没想到你来了 我说了 过去的事 无需再想 以后你每一年的生辰我都会陪你一起 可惜啊 今天没有星星 不过你看 这里这么多的萤火虫 上次谁说过 若我不高兴生气 就让我罚他的 今天是你的生辰 你想怎么罚 把眼睛闭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少 你在看什么呢 龙飞也走了吗 她和韩芸汐已经回房间休息了 早餐我给你准备好了 好 知道了 你还生气呢 你拿我家殿下性命开玩笑 我能不着急吗 那是你笨 这话都信 你 我就不吃了 谁让你在里面下面下毒 那你不吃算 你做的 那当然 怎么样 手艺不错 尝尝我新酿的酒 味道如何 还会酿酒呢 怎么样 还不错 还不错 那是好喝还是不好喝啊 还不错呢 就是 再来一碗 什么 你还会脱衣服 对 有什么 怎么样 啊 有什么 有什么 人 毒气弥漫 贸然进去 恐怕九死一生 所以儿臣已经派人 在药鬼谷附近 严密牵使一切 进出的人员 知道了 有事即时通报 遵命 还有这样的地方 好 也不失为一个 关押疯子的好地方 治疗癫狂 抑郑的药丸治好之后 由于药草之间的作用 按理说应该是灰恶色 虽然我做的颜色差不多 可是药效却完全没有 这个呢是需要一段时间 我要好好地研究研究 要多久 你这么着急啊 治病救人的药 当然着急了 再说也不好耽误你啊 你是着急离开药鬼谷吧 这里毕竟不是秦王府 殿下老待在这儿不太方便 好伤我的心啊 有用的时候求人 无用的时候踢走是吧 我也想在这儿多待几天 但我就是怕你跟殿下 老这样见面容易吵起来 他是什么性格 你是知道的 你再好好地想一想吧 好好想想 又是好好想想 话都不能一次说得清楚 算了 还是一说好 什么疑难杂症都能从里面 找到解决办法 sources any gang 龙脑 神曲 金箔 这些都是治疗疯癫的药 看来 毒宗就在龙非夜的手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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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